天啊 哎 女的 大客栈裡真有女的感覺 你確定這是你的春天嗎 哎 怎麼啦 背后看 已死人 哪意思 一转头 吓死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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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了 一转头 吓死人 妈呀 怎么是他呀 但 还春天呢 整个一寒冬腊月 女魂都罗 会死人哪 不惦记了 哪跟哪啊 小唐 这帮小子交给你了 您放心吧 唐牧长 好 下面我们开始上课 好 下面我们开始上课 下面我们开始上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正在进行反恐手语的训练 反恐手语 那你说说手语内容是什么 你 到 手语内容是什么 说呀 怎么 作为一个军人连实话都不敢说吗 报告 唐教员 不是不敢说 是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 这是课堂 说 报告唐教员 我不能说 我命令你说 刚才 我们的反恐手语内容是 发现 女性一名 身高一米七十 还学会目测身高了呢 谢谢教员表扬 那 这是什么意思 说呀 是 他们推测 你是B罩碑 我说是C罩碑 别笑了 报告 说 啥B罩碑 啥C罩碑 红细胞特训班 观察敏锐 你们解救人质 还能推测出女性人质的罩碑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啊 报告 唐教员 我们必须这样目测 理由 报告 唐教员 当人质被匪俗劫持时 要考虑一切可能影响 狙击步枪弹道的因素 尤其是女性人质 凶刀罩碑 必须在狙击手射击弹道的考虑范围 总不能 一枪打了吧 是我踹你 不是教员踹你 是被你侮辱的女性踹你 别说我干部欺负兵 这是你自找的 是 唐教员 对不起 红细胞特训班了不起是吗 参谋长得掌上明珠是吗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既然你们经历这么旺盛 那我们就换一个上课方式 全体起立 搬油桶 精英们 以后 就由我来给你们上敌后侦察这门课 从今年起 这就是你们上课的标准姿势 我的课不长 一节课一个小时 中间有十分钟休息 鉴于 你们经历这么旺盛 所以 我给你们安排了十分钟的业余活动 十分钟马步 你放心 我会对你特殊照顾的 能者多劳吗 真会玩啊 五号 我还是那句话 把这女人娶回家 生活充满乐趣啊 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你就死心吧 他呀 不是你那盘菜 我知道 暗恋是无罪的嘛 你们有坚持不住的可以求饶 我也很好说话 可以放你们一忙 好 那我们继续上课 敌后侦察离不开情报 情报 分为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 支持性 第二 传递性 报告 说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我没练过武术 下来吧 是 报告 我也搞不了了 下 是 我 还有谁坚持不住了 可以求饶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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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龙 你怎么也下来了 你不是练过武术的吧 要不说你是头尼红吗 龙龙所长 看看后面还剩下谁 就你们仨了 我说你俩 这不是哥们一起的时候 下来吧 没看明白吧 小唐教员冲了河正光去的 你们俩凑什么热闹 焦点不在你们这儿 这叫什么 陪黄太子读书 有必要吗 下来 怎么回事啊 你喊什么 不